在此先向社會各界表達誠摯的歉意 本部也已经召开考纪委员会 范局长因督导不周予以继过两次的处分 台铁南太玛里西桥改建工程 以及大甲汉清水无障碍电梯 连环爆出采购弊案 交通部长毛志国直接在背询台上 公布最新惩处 台铁局长范子谷被继过两次处分 范子谷也当场两度向全民鞠躬道歉 只是立委质疑 在检调调查台铁采购弊案之前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就曾经三度行闻台铁 认为工程转包有问题 台铁却后知后觉 立委质疑弊案还会继续往上发展 连续这么多的问题产生 下一个会不会是你局长 我扪心自问我是很清白的人 我告诉你你有问题 你至少有督导不周的问题 这么大的弊案 你只有自己清高啊 台铁局长范子谷表示 自己有督导不周的责任 目前全力配合检调查办 涉案人员停职 起诉就调职 而立委抨击 台铁螺丝松散 连新采购的普庸马列车 也在第一天续车就擦撞月台 采购过程恐怕也有问题 当初你在采购的时候没有考量到这个吗 没有 采购的车辆本身就是符合台铁整个规定 如果他车辆本身不符合规定的话 全台湾的月台通通要打掉了 中间有五个月台在他整个工程上面 他们觉得说 我们具有安全系数的原因 我们把它做一个修正 立委要求台铁全面检讨采购流程 交通部长毛治国承诺 目前正着手清查五年内所有的工程 三个月内完成调查 预期下个会期就会给立法院完整报告 记者续爱林间台报道